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大事批评 政府、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得不好 大家发誓一番就算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 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以及建议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令到这个问题真正被解决 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特首或者各位负责人 在当时的处境之下 你会怎样处理那件事 好了 那我们今晚的题目 其实在立法会那里都辨论了 差不多六个小时 参加的人都差不多四十多位立法会的议员 所以这件事其实都争拗了很久 那就是关于那个营养标签法 这件事 那大家可能都记得最近在传媒里面 就有很多些报道 那关于食物的问题 那其中一件事就是所谓的反式脂肪 那就说原来香港很多的食肌 做的那些饼店 麵包 那其实他们都是用那些油 是用那些反式脂肪的 那在我们目前的医疗 那个营养学里面 大家都知道反式脂肪 是对健康是有问题的 那因为这些这样的脂肪 进入了我们的细胞 是会干扰我们的细胞膜的运作的 那所以呢 就是在传媒 那当时呢 很多这些情况 都是那个消费者委员会推动出来的 那就是令到我们 那我们要关注了 那我们食物 其实很多不好的食物 那很多人 那些一般消费者都不懂的 那就吃了之后 就会令到我们健康有出现问题了 那所以大前提 都是好像是 我们就是 那就是我们要给消费者呢 就有知情权 那那令到他呢 就是了解一下 食物有些什么的成分 那作出有依据的食物选择 那这样 那还有呢 他希望呢 就是规管有些误度 或者欺诈成分的标签 和声称那样 那那 那和鼓励食物制造商呢 作出一些有利公共健康 和符合营养标准的食物 那那什么的所谓欺诈成分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在外国 几十年里都说了很久了 很多食物里面呢 就是他标榜 就说是低糖的 或者是小糖的 或者是不含乜 不含乜 也说是有机的食物 但是在外国呢 经常都发现 其实这些这样的所谓的声称 其实是没有什么真正的 很好的标准的 那譬如你说有机食物 那譬如在外国里面呢 如果你的食物里面的成分 有五个percent是有机的成分呢 那你就可以称作有机了 那当然呢 一般的消费者 就是不了解的 就是这个背后这个意义 原来是这样的 那就是啊 这个不行哦 我们香港很多市民的健康呢 其实呢 会被这些这样的食物呢 误度了之后呢 可能吃一些 以为有益的东西 其实根本是没有什么益的东西 那所以呢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呢 就是为了公共的利益的着想呢 那香港政府呢 食物 食物 这个是食物 哪个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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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食物卫生局呢 那他就吹出这个的条例 那在这条例呢 其实是一种regulation来的 就不是一个ordination的 那分别呢 就是呢 要成立这些新的规例呢 那就和一般的法例呢 是有些不同的 一般法例呢 其实要 程序上是比较严谨一点的 但是这些规例呢 这个regulation呢 其实只要没有什么人大致上是反对 或者一半人反对呢 那他就可以通过了 那你回看他的前身呢 那我都看到有些资料了 其实原来这件事呢 在2003年呢 就已经开始 政府已经提出过了 那那么多年来呢 就差不多呢 是每一年呢 都有两三次这样的所谓开会 那他邀请了一些所谓业界的人士 那就是参与这个这样的开会 那最近呢 就好像说就快要开第十次了 那但是过去那么多年来呢 其实呢 大家讲来讲去呢 都是讲一些很 就是很意识上的那些这样的题目的 就是他没有什么仔细讲到底会怎么做的 那直至到呢 是最近 好像 最近 第七次第八次会呢 那那个细致呢 那个细致呢 就走出来了 那所以变得呢 很多在业界的人 参与的人呢 其实都觉得很突然的 就是突然之间 是讲这些东西 过去讲的大前提之下 那就是消费者 应该有一个选择的权益 那就不应该被那些标签误度 或者欺骗 那表面上 就是没有人敢反对的 那但是细致上是做些什么呢 那一直都没有人知道的 直到呢 是最近 好像最近一年左右 那他开始公布呢 原来呢 他是预备这样做的 好了 那看到呢 在那个立法会里面呢 大家辩论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呢 都很多人呢 都是觉得 为何要这么仓促 就是讨论这件事呢 那这件事呢 其实你如果有机会 看到他的那个规例呢 其实他有很多仔细的内容的 那还有呢 他很多时候呢 又说回之前的那些 那所以呢 你这么看呢 有时候呢 你会看到很乱 那所以 我相信呢 在立法会辩论的时候呢 我相信很多的议员呢 可能都 都是不很清晰 只是知道呢 咦 我们应该是保护消费者 那所以 你看到你的投票那方面呢 那个泛民派 民主派他们呢 就是就是 一直都以为 他过去 你看他过去的 的投票那个 那个 方式呢 都是呢 走这条路的 就是 认为我一定有这些 这样的条例的 那但是其他的 譬如民建伦他们呢 或者和自由党呢 他都意识到 就是这个 就是原意上 表面上呢 好像很好的 但是实行方面呢 是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的 那所以呢 当时那个 大家的投票呢 是分这两大派的 那但最后呢 就发现呢 就是因为呢 始终呢 他是需要二十七票 就是他一半以上的那样 那最终呢 就是差一票 只是拿到二十 二十六票那样 那结果呢 他的收定那方面呢 其实他 其实这次的投票是 投过收定的 就是他已经有人看出了 如果我要将所有的食物呢 要进行这些这样的标签呢 其实呢 是很多的公司呢 很多食物呢 是根本是不会做的 那会令到呢 很多食物呢 是会消失在香港的 那有些古怪 成一万五千个 那一类的食物 那但有些人说 这个夸大 那但到底有多少食物 会不出现香港 或者消失在香港呢 其实我们都不会知道的 将来都不会知道的 因为有些食物可能会出现的 因为有些这样的条例呢 是想出现都不会出现的 那当然呢 目前有些食物 就是当然有一部分食物 都会自动消失的 那但真真正正的 那个后果是怎样呢 其实呢 可以这样说呢 是我们 起码是在做生意方面 香港的经营这方面的公司 那个运作方面的问题呢 其实呢 就可以看到呢 是很困难的 因为呢 你看它呢 现在它要求是做些什么呢 所谓的一加七这样 那其实它说来说去呢 就是说呢 我们要食物里面呢 譬如食物里面含有的蛋白质 炭水化合物 脂肪的总量 飽和脂肪有多少 反式脂肪 辣和糖 那这七种的营养素的含量呢 是将会强制出现在 预先包装食物之上 一定要出现的 那 它现在的做法呢 就说呢 如果你的食物那个标签呢 如果你说我要加一点呢 譬如这种食物 是对某种的健康方面 有些帮助 那样呢 所谓叫Health Claim 那你就一定要做的了 就比两年的孵限期的 那但是跟着以后呢 再多五年之后呢 其实所有食物呢 都一定要将这些 这七个营养的成份呢 就一定要做一个 确实的化炎 那从而呢 将这个标签呢 准确呢 是反映在那个包装上面的 那大家一看 那很简单的 这些食物的成份 加上去就加上去咯 那但是你要知道呢 在这个营养方面呢 其实呢 是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的 那我们今晚呢 就除了我和王岸言之外呢 那我也都请了车卫兰 那车卫兰呢 那车卫兰呢 在香港一间 看原健康食品的工经理 那看原呢 其实香港是一间 差不多是最老字号的健康食物公司的 那另外一位呢 陈素琴呢 那他都在这方面呢 就是做健康食物的经营者呢 就做了很多年了 那我们试试听一下 就是在整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有没有参与到 有没有知不知道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基本上我记得 应该是上个月 四月份尾的时候 到五月头的时候 有一个西人女士 是消费者 亦都是我们公司的客人 是的 那他的小朋友 因为要食物过敏 所以都要买些食物 那他就听到 有这样的消息 接着他觉得 哎呀 担心了 不知道将来我们的小朋友 有没有得吃呢 因为他都住在香港的 那他就跟进这件事 那接着也接到一些大公司 牛奶公司的代表 去了解整件事 那接着呢 就将这个信息 带给我们的店铺 我们当时都不知道 那是这样的交流呢 我们才知道 原来开了九次会 原来谈了这些事情的吗 我们真的不知道 不好意思 我都没什么看报纸 所以跟业界有关的 trade magazine 我们就看得多了 但是 说这些法例 我们真的 是他们说出来 我们才知道 还有跟着再想一想 哎呀 营运上很大件事 不是我们的独立店 可以 handle到的 譬如呢 譬如我们可以看到 出的问题 会在哪里呢 我们看回原意 其实我们都要贊成 是全民健康 或者是要真实 反映那个标签的 因为我们本身 店铺入开的那些货 内脑货 都是有一个很高的品质水平 在那里 所以这个品质的要求 我们是贊成的 但是由于呢 香港这个法例呢 它那个机制呢 那个机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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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独家一创 就是自成一格的 那 也不是international compatible 就是它不会承认 外地的 以合法销售的 食品的 那个标准 标签已经合乎了 是的 那变成了呢 要跟香港这一套 因为我们的食物 是直接入口的 是外国直接入口的 那如果是 你说外国的标准 在香港是不适用的话 那我们就重新去做 那当然呢 牵涉到 是不是贴上标签就可以了 有什么困难呢 有人不清楚 就会这样问 那我们就看回 就说 消费者不知道的 因为它不是贴上标签的 但是我们就看回 就说 由于我们这些店仔 就是一间店铺 所谓的最暢色的产品 都是那几百件 或者那一千件 应该很厉害的了 那其实量是极之少的 那我们想一下 如果我们跟回 这个法例的要求 就要跟厂商去说 你不如你给所有的资料 我 你为了我这个香港的市场 买那一千几百件的货 麻烦你做过这些标签 那我们已经 不是做标签很简单 你已经做了化验 已经做了化验 是的 还要跟香港的标签 不是跟它 产地来源标准的化验 那我们就觉得 咦 我只是这样想 我也不知道怎么开箱 因为厂一定会问你 你可以吃得起多少个量 生意额来说 去评论它所有的成本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开箱 那如果你说 我们香港要负担的 那我看回 我说回这么久 我也不知道 如果我在香港化验 所牵涉到的成本有多少 但是我知道 如果要申请exemption 即是豁免的话 一只产品要三百多元 每年逐一次 每一只豁免的产品都要三百多元 另外每个月 匯报消售额 那个数量 那豁免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给你豁免 是的 如果它没有nutrition claims 的话 是的 要做这些东西 两年而已 以后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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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总之你申请了豁免的话 你就以后都要做这些东西 当然 除了如果你说 那个豁免 就是要做这些东西 那我们想起来 我们自己 一间店仔可以做到什么 第一个 我们的略 不能够跟那个厂 外国的厂 揮到 它们的成本 改了 label 要符合香港的市场 那我们自己 可不可以负担呢 又发觉 又不是 又那么容易负担到 因为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不是说 一只产品 如果一只产品负担不到 又是很搞笑 但是我们是几百只产品的 我们的店虽然很小 但是由于我们主打是做健康 食品系 真是由早餐 至到零食 至到饮品 什么都有 即是雜货店来的 只不过是健康版的意思 那几百只产品 小数怕长计 那你每只产品都想拿exemption 你乘下三百多元一只 成八百只产品好吃 我都不够 这个价格根本 如果放进去 估计 已经被老闆 就禁了 我们可以出门口 即是连估计 都没有这个价格 更何况 这个将会变成一个营运成本 那我们觉得 哎呀 慘了 我们店怎么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服务我们以往 即是16年的那班客人呢 那我们已经很头痛了 那 接下来再看看 6月18日 有个第十次会 那我看看 大店那边 已经叫我们 你们自己去 拿位 那我打电话上去 问 拿个表格 那位哥哥仔 就说 没有什么位了 只有百多个很快门的 就没有什么位成 那我说 你请哪些人 我们真的未听 我们未收到你们的邀请信 你是全香港最早的一家健康食品公司来的 是啊 完全没有邀请过你们 我没有收过 第十次的 是大店告诉我 有这个训练 6月18日 我才知道 那跟着我就说 那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就想参加 因为想了解 因为这个法例过了 那我也要跟 那我也要知道 怎样去跟 那我说 没什么位 那我就问 那我就解释 那我说 这个行业 基本上是由我们的店仔 十几年前开始 嗯 那慢慢起到之后 跟着呢 觉得市场有扩展 所以大店 最近这几年 是很蓬勃 参与这个市场 去服务消费者 那我说 你为什么 你们做这个调查的时候 就是你做那么多功夫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问一下我们呢 那位男士就答不出了 那我说真的不知道 那现在目前那些 譬如他邀请那些人 他说成一百个 是吧 那我们在香港 譬如陆庄与健康店 和那个 康圆健康店 是香港 可以说 搜那两间 亦都规模最大 老饼 但我们两间 完全都没有听到 没所觉 那他请了什么人去呢 我有问过 那他说 他手上没有这个资料 要问回他老闆 那我说不要紧 你照问 不过呢 因为我们都想知道 在哪些是我们认识的 如果是有把声音在 我们都放心 是吧 但是他又给不到 正确的答复我 他就问上司 我说你问吧 我说 畢竟这些又不是做公安法的 这些人名单 这些不是很秘密的 这些人名单 但是当然到现在 都没有答复给我 但是我说 我强烈反映 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参与其中 不是等 因为他跟我之前 跟我说过 第十次这个 参加康庄 之后 还有其他workshop 我们就可以参加 我说我不可以等你这些workshop 我说 你的参加康庄 我一定要参加 因为直接影响到我 我都要部署 这两年我们怎么去做 都要跟我们的顾客交代 因为每个顾客都问我们 怎么办 我们还没得做 因为他们很担心 我们没得做的话 他们不知道在那里找东西吃 是啊 那你刚才提出一件事 其实我们在很多 香港的食物 在外国已经包装出来 其实这些资料 很多已经有的 是啊 那你所 昨天所说 这些在外国 这类这样的标准 已经是很高水平的了 嗯 通过了外国那些 国家的 規 就是那个 要求 是的 但是来到香港 他不承认啊 根据这个法例 照我理解 就是他不是可以 承认到 就是人家写到 我写到 蛋白质多少 炭水化合物多少 脂肪肿和多少 饱和脂肪多少 番式脂肪 纳的多少 很多都有的了 那搞不可以用 是的 但是因为他说 标准不同 那就变了 怎麽不同 如果是 我不是很明白 营养的标准是全世界性的 香港的营养标准 跟世界有哪个国家会不同的 他怎样说 其中一个 那这个就不是政府那边 是我们业界的大店 过去那麽多次开会 那回来 那个资料 资料就是这样说 就是说 只是拿饭式脂肪来说 如果我们进入美国货 就是0的饭式脂肪 那如果在美国的标准来说 就是0至0.5 那个成份 都可以叫做0的饭式脂肪 那现在香港的要求 就是0至0.3 那如果我这款 美国入口的食品 是写着0饭式脂肪 那我们说 那究竟这个0 是不是符合香港要求的0呢 那如果我不知道的话 作为入口箱 不知道的话 我就要找了 那我怎么找呢 最简单就是问回厂 那甚至可能要求 有一个report analysis 去给我们知道 那跟着我们要改了 那才算 那香港的标准是怎么设定的 比如美国说0至0.5 那都叫做0 是吧 是的 因为始终食物的东西 有很多无意之间 走入的成份 会有的嘛 那他认为这样也不够 他认为要比美国更高 我不知道他这个香港的要求是怎么想出来 那我们觉得如果这么多年以来 无论在外地读医 还是外地读营养学 都是读那些书 是的 我明白一下 如果在外地執业的话 都是介绍这些牌子的产品 给一些消费者 是的 那这样换转香港的环境 又变了又不同的 香港的营养学 和美国营养学 和英国营养学 和澳洲营养学 和日本营养学 是有不同的吗 那香港本书是谁写的 我不清楚 不过我觉得就是 他这个法例 如果他不能够可以 是和国际接位的话 我觉得会对我们 我们服务消费者来说 是有个难度 经营上的难度 因为除非你是土生 自己生产本地生产 如果不是 我们也要靠入口的话 那你重新去包装 而包装的成本 或者甚至是 拿那个豁免的成本 都不轻的 对于个别的店仔来说 大店是怎样可以 cover到这个成本我不清楚 但是以我们一个独立店来说 那个成本全部是一百分之一百 是我们自己是吸收的 不要忘记我们的店仔 到今时今日都不可以开地面铺 就是因为我们根本 afford不起租金 我们是很省很省地 又不买些什么 没钱去卖广告 只是够budget去办货 而办货 又要是高水准的品货 我们才可以进口 因为这个是过到我们自己 选择的关 因为我们那班客 是对生活 对健康 是很有要求的一班客 即是说你刚才听你所说 康源健康食品公司 是一个香港第一间的食品公司 是说健康食品公司 是的 即是你现在看到这个法例 即我们经营食品健康食品公司 不是食品公司 是说健康食品公司 都说是做不到的 即是想要倒閉 即是想要倒閉 那我们搞健康食品的食品公司 食物的质素 已经是说健康食物 都想要倒閉 那这个法例 如果这个法例 是保护一些人 有一些健康的食物 即是很明显 是完全是BS 好心做坏事 我们觉得 是否好心做坏事 或者根本背后有另外的因素 我稍后跟大家分享 好了 陈苏琴 那你在健康食物方面 都做了很多年 那我们在ClubO 你在那个有机农场 你都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那你都在这方面发现 有很多问题 其实有一个case 已经发生了很多年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香港是没有一些 外国入口的新鲜奶 又或者是UHT UHT packing的奶 都是没有的 那这些呢 就是跟车小姐之前说过 其实客群 他们已经feedback了很多 回来 无论他由第一个在香港生的BB 直到现在第三个 他都仍在找一些干净的奶 给一些BB喝 那这一班呢 就是带着很多钱来 香港 专业的 入职 住的是独立厚市 那他们消费得起 但是内贺 竟然找不到一些干净的奶 来喝 不要再说我们 Local的BB仔了 BB仔他们喝的奶 全部用一些比较低标准的奶粉 那我曾经因为这件事呢 就跟食環署申请过 因为全部香港的奶入口 Liquid的奶入口都要permit的 申请过的 那他们就围绕刚才你说的反式脂肪的问题 因为原来奶的packing 有一些呢 他就说脂肪含量 per 100g 又或者是per serving 又或者有些是写个总和出来 8g 或者是10g 有些呢 就说低过多少个percent 有很多种不同的标准 但是 当时我记得 内内会会有很多封信 都是reject的 就是说 我们香港不是这样写法的 那其实这个已经是 起码三四年前发生的事 所以我其实 遇见到这一个law 如果真的pass到的话 又或者真的实行的话 会有很多很多产品以上不同的问题 那我们真的想象得到 不要说costing 而是真的实行起上来 我们可以拿得进来香港 过到海关 都是已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甚至乎 不是一些小公司 是大公司 因为 有时我这些展览会 遇到那些大公司的buyer 他说 我都在搞这个license 但是都未搞到 甚至乎我们这些小公司 想和那些大公司 我和你买 不要紧要 我们都未搞到 究竟怎样搞呢 好像一个迷 究竟我今天来的原因 其实除了想说一些我们见到的事实之外 真的很想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究竟我们 全然是为了心去找一些好的食物 给香港人 目的是想怎样 我也很想知道 但是原来 遇到很多很多困难 而那些困难是我们没有解决的方案 究竟 这一个困难 是为谁人而切 是为谁人而切 大家会了解 到底这个困难是为谁人而切 是为谁人而切 你刚才看回这件事 因为我都有 那一段新的规例 其中他说的一件事 大家看看 这个规例 是不会用在婴儿奶粉的 比小过三岁以下的小朋友 喝的那些 formula 是不apply的 首先你想想想 或者食物 比如婴儿的食品 是比三十六个月以下的小朋友 是不apply的 但是他现在现有已经法例去管制的 因为他现在有现有法例 现有法例 好严的 是的 是的 我也很奇怪 而是 我无论在纽西兰 和美国 和欧盟那边 都找过 差不多 纽西兰那有三寸口的law 因为食環主要求我 给那边的law 的reference去看 因为他不知道人家怎么设计 每一个地方我都拿了一大答 给他们看 最后但是他都没有 告诉我 实际香港是需要什么 我都很想知道的 我很想合法地做这件事 但是最终就是没有了 已经 真的我看着第三个宝宝出生了 第一个宝宝已经知道 每行每走在读书 但是仍然都是在喝 其实留意一下香港反而很多 本地制造的奶是没有明确的标签的 那究竟我们 不知道究竟执行这个法例上来 它可以怎么执行 我一半是消费者 一半是业界 都想了解这个 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吃很多东西 有没有说我看看那七样东西的成分有多少 我想问香港一百万的人里面 有哪个人在吃东西的时候 看看里面有什么成分而吃 而令他吃了或者不吃 我们这么大国 从来没有这些标签之下 我们是不是个人都中毒死了呢 我问我 有没有一宗的例子 是因为没有这些标签 令到我们的人 是健康是差了呢 有没有任何科学证实有这个问题呢 你看一下 他现在那个 就是他有个估计 因为他做这个这样的咨询过程 他请了一间公司 就做所谓的Risk Assessment 就是风险的评估 那很可能他做到这样的评估 大概就会一千五百至三千 总的预先包装的食物 是会受这个条例影响的 但是业界的零售业界估计 会有1.5万 1.5千的食品 是从此而消失的 那大家看看 大家双方的估计 是差成十倍的 那 那你自己想想 哪个可靠一点呢 是不是在做零食业的那些人 入开货 入开货的人可靠一点呢 还是收音乐可靠一点呢 就是他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生意 还有他所谓的Risk Assessment 这间公司是做了有些什么 Risk Assessment 好了 那我们休息几分钟之后 会继续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这个问题 其实会影响很多人的 就是很多人你不知道的东西 是会令你死亡的 所以很多东西 就不要好像当是没事 那或者过几分钟之后 那大家可以有兴趣的 可以参加我们今次的讨论 好 我们休息几分钟先 哎呀 你轮转天气 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3w.h-e-a-l-t-h-s-h-o-p.com.h-k 好 那我们很快回回 继续讨论今晚的问题啦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用封烟而线 来和我们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 那我们的电话号码是21341134 电话是21341134 你刚才说了半个凌晶头 我们其实都看到的 就是在业界 就是经营这方面的行业的公司 都看到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那我也都听到 很多公司打算 因为它实行的时间 大概是2010 是7月那样 那它打算做多几年 都不用做了 那好了 那其实 整件事 就是整件事背后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 那为什么它要实行这件事呢 是否因为市面上 有很多人买些饼干 买些面包 发现很多人用那个反式脂肪 而他们买的面包 买的饼干 即时给你吃的东西 根本现在这样的条例 根本是规限不到的 因为它这些 不是所谓 预先包装的食物 那我们过去几个月 就大做新闻 哇 这些食物几差 几差 跟着我就整条条例 跟它那些食物的控制 完全没有关系 根本控制度 那麵包只需要买的 那你现在不是说 反式脂肪是不好 那你不要给人买 是吧 又不是 你讲了就可以买了 那你这个成分里面 有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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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消费者 香港消费者 对营养的知识 那麽频繁 我真是 有什麽的例子 可以给我们看到呢 是做了这些 这样的条例之后 即是我们香港人的健康 会因此而受惠呢 那我们看一下 很多国家 已经有了这些条例的 譬如美国 其中做了一个例子 就说香港的生育仔 越来越肥 那因为吃了很多 这些不健康的食物 那言下之意 即是说 我有了这个条例 将这种七种的营养 营养 营养是很多种 几十种的 在营养学里面 是不断地争扎 到底什麽叫好的食物 什麽叫营养的标准 根本我都未知 在科学界都未曾知道 那我就找一个七款 这些最基本的营养的东西 那我们每人都去发现这种东西 其实最终最终 对我们香港人 会有什麽好处 是否有这些条例的国家 这些小孩的痴肥 已经没有了问题 所以大家看到 根本整件事的背后 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原因 如果大家仔细地 看看这些条文 我经常问 为什麽香港的部门 会花这麽多时间去做这 搞成这麽多年 谁推动它呢 我们现在说 那个反式之方 是最近几个月说的 但它说了几年 2013年开始 大家有没有想过 背后哪个推动 整件事是哪个推动 你看这条文 你要看到一个字眼 叫做Codex Codex 它经常有提 是什么呢 是Codex Elementarius 英文叫做Food Co 整件事的推动 就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有个机构 叫做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做了一个叫做Codex Elementarius 它那个目的 表面的目的就是 我们的食物要有规律化 我们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应该是做一些标准 给各个国家 可以参考去用的 好了 听起来很对的 有个标准不错 大家起码有个衣龟 对比营养是怎样 大家有个准质 但你有心点 你再看真一点 背后是什么人搞的 背后全部是大食物公司 和大药厂搞的 那大药厂为何要做这件事呢 看回条例 内文也看到的 他说如果你是有任何的 所谓的Health Claim 就是说 你声称健康上有什么的帮助呢 那你就一定要先做 Health Claim 就要做 你不写Health Claim 就不用做 其实它的关键在哪裏 关键就是说 你不要跟那些大药厂 爭生意 你不要告诉别人 你这个食物 可以对某些健康问题 可以帮助得到 其实背后整个动力 就是世界的大财团 大食物公司 大药厂 是推动这些美其名 为保障人类的健康 背后呢 是最终的目的 是将所有健康的产品 所有和药厂不利的工具 是全部消灭了你 它最终的目的呢 是要将 我们现在 你在讲食物的标签 迟一些呢 就是说 Health Nutrition Label Claim 这个下一步 跟着呢 它就讲维他命 那些东西 其实它最终的目的呢 在外国已经很多团体 已经在讲了 香港人在蒙茶茶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其它最终的目的呢 是将我们所有西药以外的工具 营养的食物 维他命抗物盐呢 是令到你呢 是用不到 令到你用维他命丸呢 要医生写子才用得 它令到你的维他命的成分呢 是低到完全没有健康的效果 这个就是Codex Elementarius的最终的目的 你说香港这些 政府这些公务员 这些卫生局里面的人 到底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可能他们真是不知道 可能他真是以为 好心在做坏事的 其实 今天 你看看今天是 6月多少日 6月11日 我现在再讲一次 最终最终 他要达到最后的目的呢 是将所有的医疗工具 都成为药厂西医里面 控制到的 这个就是最终最终的目的 如果你了解 他背后的动力在那里呢 你可以看到那些内民有关的那样东西 那七个营养成分 有什么大不了呢 营养成分是不是那七样东西 营养成分有很多的嘛 好了 标签有一个问题的 什么的食物呢 可以准确的标签 譬如你说我会发现了这样子 那我又写我这批的食物 有什么的成分在那里 但是问题 如果你是一种有机的食物里面 你的成分是会因你种植的方法 和你的土壤的质素 是会不同的嘛 有什么的食物 可以很准确地反映给你看呢 它的成分是固定的 是什么食物呢 就是人工做的食物 就做得到嘛 其实你应该看到那整个部署 最终最终最终是令到那些健康的食品 天然的食品是没有生存的空间 或者令到你的经营的成本高度 你根本是没有能力做下去嘛 最终最终呢 我们地球上充满这些这样的人工的食物 人造的食物 因为人工的食物 人造的食物 是最容易是很准确地 将它的成分的标签准确来出来嘛 好了 如果你作为你的食物 可能某些的成分呢 是因为你那个土壤的问题 或者制作过程呢 或者动物的质素改变呢 是不准确改变之后呢 那你又怎样呢 你又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是一个誤道 或者不准确的标签出现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整件事整件事呢 根本是跟那七种营养素 有什么关系呢 给你知道就怎样呢 你知道了七种营养素之后 那人的健康是会有保障呢 如果我们那么紧张这个 我们的知情权的 为什么全世界 大家在争吵着呢 这个不是香港争吵 全世界都在争吵着呢 很多国家已经知道这个背后的阴谋 已经是尽量去反对它的 所以你看它的条文里面 它说过 它说我们今时今日 Codex Committee 在目前来说 都未曾能够有一个结论呢 我们有些什么要加下去的 有些什么需要 原来说 是要成为一个标签的 根本可以这么说呢 我们根本是没有consensus的 没有一个共同的 大家同意的地方 那为什么这个情况出现呢 因为根本世界上 很多地方的那些市民 已经认清到 背后那个丑恶的面目 绝对不是为香港人 不是为我们人类健康 要做些标签 令到我们有个选择 背后的真正的目的呢 是给大药厂 大食品公司呢 全面都是控制我们的食物的专业 我最后会拿回来的呢 就是那些垃圾食物 人工做的食物 加多少维他命C成分 加的就很准确加到 这些铲的维他命C 可能会有不同的季节 有不同的嘛 那所以 我们经常这样 讹讹讹讹 technically 有些什么要做 根本是多余的 整件事情 这些这样的条例 如果你的目的 我真是想保护人 不可以有这些所谓的 誤導性的标签 那我就成了一条条例 不可以有假的标签 不准确的标签 法律就是這樣,如果你的標籤是有五度成份的,那你就要被處分。 因為我們要做這些,避免這些,要全人類所有的食物,人類有私奴的食物,從來沒有經過這樣的步驟,都要過這條路。 如果這個目的是要種營養的資料給多些人,為什麼有基因食物是從來不肯放進去呢? 全世界背後,各個國家都要求基因食物的成份一定要加進去,但到今時今日,絕對都沒有通過。 因為根本背後做基因食物的大財團,大藥廠,根本它是背後推動這個東西。 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為一般人的選擇而著想的。 由這些這樣的地方可以看到,整件事根本是一個大的陰謀來的。 是完全跟我們食物的標籤和保護我們人的食物質素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營養的問題,營養的質素,營養的標準根本是全球沒有定局的。 維他命多少,我們身體需要多少,維他命C多少,維他命B, 根本在科學界不斷爭拗。 所以我們根本都不知道我們需要什麼時候, 你說完這些無謂的表面片面多餘的東西, 根本有沒有作用。 我可以看到其實很可悲的。 香港所謂立法會的人裏面,它是有很多政客來的。 但是醫療政治,我覺得香港這些所謂政壇的人物, 完全沒有一的最基本的知識都沒有。 所以香港是很危險,不斷地出現這些條例, 沒有多久就有什麼呢? 有一個醫療儀器,監管條例又出現了。 其實背後是同一個原因,同一個目的, 那個來源是同一個來源。 根本是一個藥廠大食物公司, 企圖壟斷全球的食物質素和控制它。 跟我們整個全球的一體化,其實很大關係。 我不知道香港會怎樣。 我估計這個條例其實是行不通的。 其實它已經做了一些手腳, 你看看有些內文都說的。 如果到時真的行不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擱置它,暫時擱置它。 我覺得在遇到這個情況, 香港人其實真的應該, 各業界, 香港一般基本的市民都應該站出來, 極力將這樣的條例都要推翻它。 就不是跟它爭拗那些所謂, 有什麼exemption, 三萬個item就不用做了, 沒有用的。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起頭, 背後還有很多很多很多東西來的。 最後最後的目的, 就是將所有的醫療工具, 是我們民間的醫療工具, 全部都拿走了。 是給藥廠, 給藥廠, 給藥廠, 全權控制我們。 大家聽到這句這樣局的分析, 覺得是嗎? 這好像陰謀論。 大家上網看看, Under Codex Elementarius, 或者看很多外國的團體, 為我們真正爭取健康的自由選擇。 例如, Alliance for Health Freedom, 你可以上網看看, 澳洲的網站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Alliance for Health Freedom, 和澳洲。 其實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很多國家都是為這件事, 爭得很厲害。 好。 好。 很簡單, 我問, 原來不是一個問題? 臨出門口前, 有人打碼問我, 我應不應該在超市門口簽紙, 贊成這個標籤法, 或者不贊成? 嗯。 應不應該贊成? 是的, 應不應該贊成? 又或者應不應該反對? 那看你的目的想怎樣? 如果你的目的是, 希望我們這些人的食物, 是會多元化, 多一些健康的食物出現, 這條法例的目的是, 是消滅這個選擇的。 那所以這個條例, 根本是多餘的條例來的。 我深信, 這個條例出現了之後, 人的健康是只會直線下降, 是不會有任何的改善, 是只會更加差的。 因爲健康食物會越來越少。 因爲很多健康食物公司, 是小公司來的。 我剛才所說的, 要標準食物的成分, 是有機天然的食物, 是難過人造的假的食物。 但是先前那個太太告訴我, 她簽完反對之後, 不是,簽完贊成這個, 簽完反對, 是她反對的。 然後呢, on the way回去, 就被她老公罵, 你為什麼要反對? 是, 應該贊成嘛。 那就是很多, 你可以有根據。 是。 但因爲這個太太, 時事去買東西那個, 她知道其實選擇已經不多, 她也有她自己的智慧去選擇食物。 那她會看標籤, 看現有的標籤。 所以她剛才都說, 現在變得很, 很無靈兩可。 其他問題是很清晰的, 我們常來沒有任何的法例, 你不可以擠一些標籤, 我們如果真的要人, 不要騙人的, 那你整個法例, 就不能夠有假的標籤, 誤導的標籤, 那我相信已經有這些法例。 有啊,有這個法例。 已經有的了, 你還多於做這些, 做這些是什麼意思? 如果我在公司, 我是真的想推銷我的產品, 我認為多一些資料 給消費者, 是會令到那個產品容易被接受的, 那就讓它去做。 你只要讓它在一個自願的成績去做就可以了。 如果我認為這件事是, 總之你不要給人家一些假資料。 那我不需要只是那七樣東西, 那些蛋白質、 炭質化合物、脂肪那些, 那些都是最皮毛最皮毛的資料。 資料就知道, 我覺得和健康完全沒有什麼大幫助, 因為大部分人, 全世界, 我認為幾十億的人都沒有人, 沒有人拿到這個標籤吃東西。 我亦都不覺得有這些標籤的國家, 健康是好到哪裏。 你可以看到, 是有這些法例越多的國家, 那些人的選擇的自由是越來越少。 那你應該看到, 那些太太, 那些太太, 在那個gut feeling, 她知道有問題。 而她的先生, 就受了我們香港的教育, 只懂得信專家, 不懂得獨立去思考。 這就是我們整個香港的很大很大的問題。 你看到為什麼香港的惡法出現了呢? 其實都是同一個原因, 好像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那你聽過條例的名字, 嘩,幾好啊。 是吧? 嘩, 這個條例去騙別人, 就是做一些假的廣告, 是推銷一些東西是假的。 那這個當然是一件要我們防止的事情。 但你看到那個條例, 根本的條例跟這個完全沒有關係。 那個條例根本就說, 所有的任何的產品或者服務, 如果是聲稱到任何的95%的健康的問題裏面, 有任何的幫助, 包括證實了, 或者沒有證實了, 是沒有關係的。 即是你不是說你有證實的東西, 我可給你說, 它根本你有沒有證實都不准說。 所以這個整個條例的目的, 不是我們表面所看到的, 不良醫的條例, 整個目的是防止醫療資訊傳播的條例來的。 那我如果作為一個消費者, 應該怎樣? 嘩, 很簡單的。 那樣東西呢? 其實也挺難過的。 非常之很容易的。 因為在外國來的食物, 根本很多已經有這些資料。 譬如我作為一個消費者, 譬如我很想知道這個食物有什麼成份, 那你就買一些產品是有這個標籤在上面。 你就不要買一些產品沒有這個標籤。 是這麼簡單的。 總之這個標籤是不可以有誤導的, 騙人的標籤。 那這個條例一向都存在了。 那為什麼還要有一個標籤, 只要香港有獨特, 我們的標準, 自己的標準呢? 這個更加荒謬。 這個是我們都想不通的地方。 因為如果你說, 都知道香港那個, 以前包裝食物, 有這麼多比例, 是外國入口的話。 其實為什麼你不承認, 就是你其他國家的標準呢? 雖然其他國家的標準有不同的, 自己都不同的, 有幾套標準, 但是大家都相安無事的。 在國際貿易市場上面也都無事。 在民間的生活裡面也都不產生到, 日本人吃了美國貨, 會出事的。 都是可以看到, 大家會懂得去了解, 知道這個品牌所做的事。 我上了嚴格點, 我上網去問, 去調查才買這個食物, 我們的客人真的會這樣做。 你知道這個品牌信譽得好的話, 你自然會光顧它。 那為什麼香港這個法例不可以 跟國際接軌呢? 搞到我們香港不是先進, 是很落後的。 因為國際方面呢, 在這方面呢, 都是有不同的意見, 反對的聲音都很多的。 你看看, 最近香港出現的所謂食物有問題的。 哪一個有問題的情況之下呢, 是這個BC法可以避免的? 是沒有一個。 那個魚, 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那個孔雀石鹿。 這個BC法有沒有說? 完全都沒有提的。 包不包覆到? 完全包覆不到的。 你說大陸去的, 去日本的那些餃子那樣。 反而我想知道, 包了的魚裡面有多少水銀? 有多少污染啊? 有多少格格啊? 根本完全是, 剛才可以這樣說, 這個小動作呢? 我想知道。 我覺得最可悲的, 這個小動作呢, 香港四十幾個議員呢, 是沒有一個看得穿背後的問題。 這個就是香港最可悲, 最危險的地方。 其實已經很多人說了的了, 真的上網看, 我們現在很流行香港賣的大牌子, 其實很多已經大公司收購了, 那他們已經陸陸續續做這些, standardized那些。 其實這個世界的趨勢, 不要說食物啦, 藥廠啦, 所有的產品。 大眾傳媒呢, 在美國已經是幾間大公司, 其實美國的大眾傳媒, 是四間大企業控制了的。 其實我們問人, 我們人類其實是面臨了很多危機的。 因為我們真的要我們好好去想一下, 用回我們的腦去想一下, 到底現在發生什麼事。 這個我看到呢, 很有趣的。 在這麼多的立法會的議員裏面, 只是劉慧卿一個, 他真的看到一個問題, 他感覺到一個問題的。 他是唯一一個, 真的香港要變成這樣。 他感覺到有事的, 但他可能又不能夠遊說 其他泛民主派那班的朋友, 結果他就投那個棄權票。 但你看他所說的東西, 他覺得香港真的要變成這樣。 可以這樣說, 香港要淪落, 要這樣。 我們的食物都要這些標籤, 來講給他們怎樣吃。 他是投了棄權票的。 我感覺上, 真的有這麼多的, 其他那些, 譬如是民建聯和自由黨, 他們是一個商界的利益去看。 他想著, 我們根本商界是做不到的。 這些這樣令到很多人會是倒閉的。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 要關注的地方。 但最終最終, 基本的問題, 基本的原因, 為何要做這件事呢? 我覺得, 只是劉慧卿感覺到有些事不妥, 是全香港所有立法會議員 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的。 所以, 立法會議員九月份又再開始過了。 我真的希望, 真的要全部換了他們。 OK, 好了, 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來過。